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但接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黄金比例的完美数字 而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关键密码 是一首歌的时间 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让过气歌手大翻身 也可以让砸钱买广告的企业爆转 大陆歌唱比赛节目 我是歌手在今晚间就要举行总决赛了 也吸引上百家的媒体前去采访 我们来看到他整个收益多惊人 收看的人次就占了中国大陆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且预计在今天决赛当天的广告收入 甚至可以高达2.5亿新台币 我们来看到这个节目 它其实是反其道而行的 它是把歌手变成了素人 创造出相当惊人的记录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现在大家都在封这个节目 为什么这个节目会爆红呢 就是因为它有三宝 包括我们看到 它这个评选的这个制度 是用观众去做投票的 另外它找来一些让大家相当怀旧 而且觉得在过去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他们发片的这些歌手 但是又是实力派的这些唱将 那么来当成素人 另外来看到 其实他们连观众都相当的投入 我们看到也出现了所谓这个表情地 还有哭泣节 我们来看到整个现场观众当镜头 踩个到他们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哇整个情绪是更加的投入 所以一首歌的时间 到底如何让一个老市场创造出新的契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财经专家黄世聪 肥宇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许盛美 肥宇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麦若宇 肥宇好 大家好 新音乐满头部总监孙庆龙 肥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这几天呢 当然除了北韩飞弹的这个新闻之外呢 大家最关注的 最火红的就是中国大陆的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在今天晚上就要总决赛 他整个气势有多惊人呢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我是歌手的决赛场地呢 你看到大楼外观 总共七位歌手 他们的大型海报高高挂 看得出来这个广告动作做得非常的大 我是歌手总决赛大阵仗大排场 湖南卫视外强 其位参赛者的巨型海报充满气势 新闻稿明明写着 11号下午1点半出彩排 新百家媒体到场等候 结果却被挡在门外 就算台办帮忙沟通 工作人员还是不给拍 好不容易通融文字记者入场 摄影记者仍旧只能待在门外 就被质疑 制作单位是不是借机炒作 因为不给拍的出彩排 却有之前的彩排照片流出来 不管是杨宗伟跟李全搭档 或是彭家惠跟顺子合唱 唱话题很厉害 不止如此 总决赛分组籍歌单 问主办单位神神秘密 但官网微博上却有一览无遗 像是有计划的在曝光消息 宣传费功夫 就连总决赛广告也拍得很有气势 上圈各路高手集聚一堂 为总决赛最后一搏 从硬体到软体 从电视到网路 两岸3D百家媒体大篇幅报导 也让大家看到一个歌唱选秀节目 宣传策略的操作有多么成功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其实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台湾根本没有转播 但是却可以热到这种程度 对 我们在平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时候 有硬实力跟软实力 硬实力就是你的经济 你的武器 你这些硬的东西 软实力就是什么 文创或是一些创意思想之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次北韩射飞弹 它就是一个硬实力的表现 但是我是歌手 就是一个软实力的表现 相对于硬实力的话 软实力的话是比较具有感动人心 而且它的商机其实更加庞大 怎么说 你知道英国是老牌的工业国家 你知道1960年代 英国最大的出口品是什么东西吗 是披头式的唱片 行销到全世界 它靠的是什么 文化创意产业 这几年 包括日本也是一样 日剧 或是这几年的韩流 对不对 中国到底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在十二五计划里面 把这个文创视为一个重要的 未来发展的重点 他已经看到软实力的威力了 对 而且你看 随着中国大陆现在人口开始增长 而且他们经济实力 开始蓬勃发展之后 你看近期中国大陆的票房 包括之前的太久 或是最近的西游巷谋片 他们一个电影 在中国大陆的票房 可以达到两亿美金 这个几乎已经是美国市场的规模 所以中国大陆这几年的 这个文创实力发展 当然是有这庞大的市场当作 后盾开始快速起飞 所以可以说是席卷整个两岸三地 像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甄嬛传步步惊心 到这一次的我是歌手 都是这样的例子 你看我是歌手光是在中国大陆 收看约有三亿人 这是个多大的市场 台湾人口的13 14倍 这么大一个市场 你看他低级收视率6.38% 1月多开播的时候 刚开始播的时候 对 难看随着不断的视觉效果 或是炒作题材 你看这个真的收视率 已经到了12.9% 他等于是每四个中国大陆人 就有一个在收看这个节目 所以你看这个商机当然非常庞大 你看他原本一开始的广告收入的话 只有43万 可是他现在已经涨到65万的新台币 15秒 对 你看这个在台湾的话 等于说都是一个天方夜谈 那决赛这一天也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广告收入达到2.5亿台币耶 而且你看 他炒这个很多两岸三地 大家都要去采访 有一百多家媒体去采访 你看真的很难想象 台湾明明没有转播 但是媒体全部都跑过去了 对 因为台湾民众都透过网路 去看这个转播的节目 所以大家都非常知道 这个节目的进行的态度 而且你要去采访不是很容易 你要抽号码牌 譬如说你抽到6号 你要采访谁其实你也不知道 他会到处跟你说6号是谁 你才能去采访那个人 他连怎么采访都有他的步骤 你看 而且他决赛 你看门票的话1.7万台币 现在连 听说连他这个宣布冠军 之前那个破口的广告 达到305万台币 你看这么大的数字 当然你觉得无法想象 对不对 你看 为什么我是歌手未红 当然 除了大家说的大成本的制作 你看 你看他有50人的大乐队 33个镜头在拍着你 当然最重要就是歌手在那边 你看这一次很多歌手大家觉得说 哇 看到好多台湾歌手在那边飙歌 觉得好开心 他就跟一般的选秀节目不一样 他是把这些其实大家都有熟能详的歌手 变成素人 对 没错 而且这更有戏剧张力 如果素人被淘汰 或是名次不好 你可能就算了 但是这些歌手都是有头有脸的歌手 你在舞台上残酷的竞争 然后被淘汰之后 你那种感觉那种戏剧张力其实更大 而且他们这些很多都是唱将 实力派唱将 实力派歌手 其实一个好的东西 你看经过重新包装之后 他有可能会更好 但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其实就很难包装得很好 所以他已经掌握到这些诀窍 像我这次为什么会看《火事歌手》 其实就是受到林志炫 市聪也有在看吗 就是受到林志炫的感受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1990年 他出这个认错专辑的时候 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他有一阵子自己单飞之后 也是还不错 但是这几年毕竟成绩比较略为下滑 可是你看他这一次 他唱了周杰伦的《烟花艺冷》 唱的不是他自己的歌 但是唱出了跟周杰伦 截然不同的味道 你要说他是外星人 就觉得说真厉害 像彭佳慧也是一样 杨宗伟你看 在《超级星空大道》之后 也是心运浮浮沉沉 最近都没有再发片 你看他这一次也是非常戏剧性 之前被淘汰 陈小琪也是一样 他原本是顶替齐寝 就唱得比预期要好 你看在今天的决赛现场 有四个台湾的歌手 我们觉得很开心 而且他们唱的歌 大部分也是台湾的歌 但是我们比较感慨的是 这个《我是歌手》的节目 是在中国大陆制作的 虽然他们唱的都是台湾歌 都是台湾歌手 有机会拿到冠军 但是什么时候 台湾本土也能出一个 《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 我相信才是台湾 所有电视观众的福气 好 刚刚世聪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阮实力 它的威力是相当的惊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两岸 上百家的媒体都前去采访 而且他创造出来这个效益 非常的惊人 不过刚刚其实世聪有提到 他非常的肯砸钱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是因为肯砸钱而已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只是 钱的问题了 我想讲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下 有谁去关心北韩 那个飞弹要落在哪里 谁关心啊 现在大家要关心一个话题 是什么 是林志炫还是杨宗伟 杨宗伟 中国的这一颗人造卫星 到底是落在哪一个点 对不对 而且七颗人造卫星 一共有四颗来自我们台湾 多厉害 是不是 更何况呢 是二王跟二后的一个对决 最近这个话题实在是热烧不断 像我自己 我必须讲 我得了假性情流感 因为我支持杨宗伟 他是歌王 对 反正很快就揭晓了 好 你看光是他们四个人的产值 这台湾的歌手 站上了这样一个舞台 刚刚斐鱼还特别提到了 除了有13亿人口 可以透过电视看之外 我们透过电脑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们今天晚上的表现 对 所以这四个人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不过我要特别讲一下 他们这些硬体的设备 因为这一次 我先小小讲一下 他有500个观众 你知道500个观众 要成为观众 比考大学还难 为什么你知道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的这个设备 我先讲一下500个观众 因为有15位民众 想要进去当观众 于是你要透过电脑的 一个抽签选号 那它的几率 因为15万人里面 要抽出500个 所以是0.3 比一般考大学 在大陆考大学还要难 比这台湾考公务员都难 难上加难 为了什么 各位就是为了我是歌手 这是观众的部分 我们光是看它硬体的设备 51人的大乐队 这个在台湾没有 台湾大概10个人 就已经很病了 这个大乐队 好来 它光是麦克风的 这个价值就是61万左右台币 然后33台摄影机 这斐鱼就没有看过了吧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台湾 三台摄影机 我们高规格了 对不对 我们是高规格了 他们有33台 十倍 除了抓这些歌手 抓现场的这一个表演者之外 他当然要抓这些观众的表情 还有在这个休息室里面 观看这些所有的决赛过程 其他一些评审或参与的人 所以光是这个规格 目前实在做不到了 好 然后因为他们本身 还有些编曲的人员 这些人就比较王菲 陈奕迅 在这种演唱会上的一个等级 好 我说了这么多 我们又要说到钱了 好 不能伤感情 钱一集将近就是2500万台币 我认为还不止 然后录制的过程将近1000小时 才减到3小时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内容 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的总结算 又更 我觉得规格更高 因为除了这7个人之外 各位 所有你可以看到的梦幻名单 都出现在这一次里面了 哇 对不对 杨宗伟要跟谁 对 肖静腾 肖静腾 今天也出现了 其他所有的人 都在这个表演名单当中 可见这个梦幻名单 其实造成的产值 不止这2500万 像这样一个节目 在台湾有没有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台湾的歌手 可以创造这样的产品 我再小小讲一下 这个节目本来太死不中的 因为本来湖南卫视 去签NBC的这个版权的时候 认为韩国的音乐性节目可以做 在中国可能会做不出来 所以中间他一度就是认为 这个东西做不出来了 后来是因为浙江卫视 出了一个中国好声音 有没有 刺激了湖南卫视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 一把好声音 那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个 我是歌手 这样一个不同形态的音乐节目 就他们做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在台湾非常的火红 他虽然没有转播 但是其实你在网路上也看得到 你知道庆隆都一直有在 follow这个节目 对 其实我在过去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看那种 所谓的歌唱的一些选秀节目 但是这几年 我觉得台湾的这种 歌唱的选秀节目 它有点了无心 所以让我看看 慢慢的失去了兴趣 但是我最近发现 中国大陆这一两年的 歌唱选秀节目 它加入了让我感兴趣的 一些议题 一些元素里面 这感兴趣的议题的元素 就是冲突 这两个东西 冲突 像中国好声音 就是在《我是歌手》 这个之前以前 另外一个爆红的节目 他当初 他所设计最大的卖点 就是所有的评审 都是背对着参赛者 那只听着 完全是不看参赛者的外表 完全只针对他的歌声 来评断 他的歌 他是不是能胜出 像比较公平 不会因为他的长相 去影响到他的程序 但其中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个大陆的女歌手 他外表看起来胖胖的 但是他唱了一首 爱戴的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的时候 虽然觉得他外表 让人家觉得他的生活中 面临都很多的挫折 委屈 但是他的声音 感觉到获得平反 获得很多人的尊重跟赞赏 那那个时候 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都感动得 蛮流眼泪的 那这一次 其实在《我是歌手》的部分中 他也是加入了冲突的元素 这冲突的元素是什么 像林志炫 这个是一个非常名 一个应该知名的歌手 他过去在选秀节目中 他都是扮演评审 一个评审级的一个角色的人物 他竟然今天来参赛了 那过去他所要评审的那些素人 反而坐在台下 去评审这些以前过去的 来帮他打分数 来打分数 这个时候就出现 所谓的冲突的元素 那冲突的元素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让 节目的卖点给冲上来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提到说 这一次啊 因为整个节目 这个《我是歌手》的节目 他收视率的节节高声 也让这些歌手 有点咸鱼大翻身的一个状况 像林志炫 他在参赛前 他一场的商业的一个费用 大概40万到50万台币 但是这次节目的 因为爆红的效应 让他接下来 参赛后的每次商业的价码 一天飙升到434万 10倍 10倍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受益程度最高的一个歌手 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 大家很多目光的焦点集中 大概杨宗伟 那杨宗伟他其实参赛前 跟参赛后 他整个的一个 倉眼的价码 只涨了两倍 从100万到200万 那另外一个像 辛小琪 他的价码 也从原来30万40万 飙涨到大概200万 这个部分也有大概 四五倍左右 但是另外一个歌手 其实是我蛮喜欢的 彭佳慧 彭佳慧 因为他一直有所谓的 铁肺歌手之称 他出道以来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 他的声音 我觉得他的嗓音是浑厚 但是不失细腻 而且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 他有情但是不矫情 很多人 他在唱很多那种 情感的歌曲的时候 感觉好像 有点像是 慰富心慈 强说丑 但是彭佳慧 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这一次 彭佳慧在大陆的 因为这个《我是歌手》 几乎让他翻红了 所以他的整个 报 这一次的身价 也从原本参赛前的 25万 暴增到145到193万 这是暴增的不断的七倍 所以整个 我觉得这几年的 大陆许秀的一个歌唱节目 他因为加入了 让人家觉得吸睛的卖点 所以也自然吸引到 这么多的曙光 好 这样刚刚庆隆所讲的 其实这四位台湾的歌手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但是他们的确 也有好一段时间 没有发片了 其实有人就形容 他们其实是有点这个 过气歌手 当然他们的实力 也是大家所肯定的 但是也因为参加了 我是歌手 这个节目之后 升价翻倍起跳 甚至我们看到林志全还 升价参赛之后 翻了十倍之多 所以若宇之前 刚刚这个盛梅就讲到 原本他差一点点胎死腹中 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真的大家要抢得上这个节目 是 其实这个节目是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是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卫星频道 上星频道 最早做选秀节目的 2004年超级女生这个节目 捧出来了李宇春 张亮永这些后来的大明星 但当时因为湖南卫视 这个超级女生做得太好了 就后来变了很多 有所谓的买票 这种所谓的传言 就被中国大陆的广电总局 下了一个禁令 所以湖南卫视 后来就开始不太敢 就有点瘦 当然后来还办了 什么快乐男生什么的 但是没有预期的这么的火 但他们还是不断的在去 寻觅新的开发新的节目 这个我是歌手节目的是 2011年韩国MBC 就做大长津的电视公司 做的一个寻找韩国最强歌手 刚刚讲湖南卫视虽然他不做 但他还是去寻觅 还要储备这些节目 所以2011当他一发觉 这个节目很强的时候 立刻跟韩国签了约 要来复制这个节目 但当时因为 湖南的广电总局有意见 因为这个节目的规格非常高 因为你请到的是职业歌手 所以你的灯光音响 还有你的这个歌手的价码 会要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湖南广电总局 有四次都没有通过这个企划案 后来一直到 我们刚刚讲浙江卫视的 中国好声音 他的制作成本更高更奢华 在大陆的体育场转播 制造了更多商机 让湖南卫视发觉 浙江卫视后起起直追了 所以我们湖南卫视 也要打一个节目 所以他们的制作团队 在很短的时间 立刻把《我是歌手》 再包装了推出 他们中间其实研发了 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当然他们最重要是找歌手 找歌手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刚刚讲了很多歌手 他用韩国的这个企划案 去给这些歌手看 他们需要做的模式 很多歌手会驻足不前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有什么样的好处 什么的帮助 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第一集其实在广州播的时候 第一集在播的时候 我刚好人在广州 我看到第一集 其实第一集里面 2013年的关键字 就是《我是歌手》 可见多夯 是 我觉得这个节目 其实你在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被他所感动 所感觉好看的原因 是因为 它不只是一个选秀节目 它也是一个明星的reality show 就是实境秀 因为这个节目里面 有非常多明星当下的一些反应 他在湖南的这个电视台里面 他有很多的其他的现场 每一个歌手的化妆室 就是一个现场 他们在里面看其他的人 甚至包括湖南最红的天天向上 还有快乐大本的年轻主持群 都是湖南最红的年轻人 他们也在一个现场 他们在这边品头论足说 这个人是谁 因为每个歌手出来都是悬疑的 这个人是比较像黄冠中 黄冠中是以前我多喜欢他的 他们在那个现场制造很多氛围 然后包括这些的歌手彼此在看敌情 在分析敌情说完蛋了 他出来了 那我可能名字不会高了 这种所谓的职业歌手大排歌星 以前大排歌星 他们现在的情境 他们的心境 也制造了很多戏剧张力 就是这节目成功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好 我们看到这个节目 为什么会成功 它有几大因素 包括我们一般的选秀节目 都是有专业的评审 但是他的观众就是他的评审了 而且我们来看到 刚刚看到 他所塑造一种怀旧 那么这加入一些新鲜感 这样的一个氛围 再来其实就是他的观众 非常的一个重要 其实我们刚刚在画面上也有看到 那么歌手在唱歌的时候 有这个哭泣节 他几乎是每首歌必哭 而且短短两秒钟 他就可以立刻哭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也被称为是表情帝 就是每次听歌的时候 这个表情都是超投入的 当然他们可能是真的真情流露 不过也有人会说 这些会不会是所谓这些观众 都是职业观众的 我们先来看这首报道 大陆歌唱节目 台上唱的激情台下也闭上眼睛 深情对唱 一副浑然忘我的模样 但这些观众 却被发现表情相当一致 不论是一个人哭 还是两个人一起哭 或是双手何时抿嘴流眼泪 摄影师都刚刚好拍到 时间点掌握准得不得了 现在圈内人爆料 这些都是职业观众 只要到场挤出眼泪 就可以领700元人民币酬劳 相当好赚 但制作单位则是否认到底 而另一个歌唱节目 中国最强音也引发话题 他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这东西就是这个 最唱歌的技术 隔行如隔山 这是我对他的劝告 那你觉得他在这比赛里 主要发挥什么作用 他操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他 有什么作用呢 听到张子怡出马 担任中国最强音的音乐导师 现在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的 那音不改大炮性格 批评起来毫不留情 指出张子怡不懂音乐 怎么可能带出歌唱冠军 面对那音重炮抨击 当天也在场的张子怡 反而相当冷静 这些都会质疑你 比如说 怎么可以当于音乐节目的听位 你怎么看 有质疑才有进步 歌唱节目在大陆火红 无论是观众还是评审 都话题不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所以我们说呢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为什么很红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有台湾歌手这些话题 还有他的设备呢 整个规格都是非常的高之外呢 非常重要的是 他们连观众 诶 是从多厉害 听说连观众都要去培训一番 对 我知道斐云 有没有去看过现场的演唱会 有 现场演唱会跟听这个CD 不是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 但是你去现场 因为会感染到周边的气氛 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不一样 尤其是我们透过这个节目 透过这个电视萤幕去看 如果你看到那些感动的气氛的话 你也会被感染 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看过WBC的时候 这一次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为什么在台湾会爆红 当然除了选手打得非常卖力之外 在现场的观众 他们那种为台湾队加油的精神 在那边做波浪舞 波浪舞 对那种精神你感动到了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很好看 这一次我是歌手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标榜叫做歌唱的真人秀 所以当然歌手 除了他们歌手也会哭哭 这样子感动之外 观众也是一样 这次他们布了20台摄影机对着观众 去捕捉各式各样的镜头 而且哭出来的时候 刚好就take到他 对 因为他们20台镜头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表情地 为什么他唱烟花艺冷的时候 哇 真的非常投入 另外一个哭泣姐 就是在唱 雨泉在唱 烛光里的妈妈 或是说齐琴在唱 用心良苦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哭 哭了这个样子 就有人说 他现在已经在中国 已经是爆红 当然就有人说 这好像有点 他们观众反而抢走了 这个歌手的光环 所以现在网路上 甚至有人说 这个节目干脆叫 我是观众好了 不是叫我是歌手 那当然也很多人 可是听说他们好像 真的还要培训 包括什么时候鼓掌 怎么样鼓掌 对 当然他们私底下 有这些培训 但是观众怎么选出来 就是又是一个学问 对不对 当然一开始节目不红的时候 他们现场可以容纳500个人 那500个人的话 可能一开始 只有7000个人去报名 但是节目现在爆红了 现在听说 一场已经有15万人去报名 15万人 你看选500个人 这个录取率真的非常非常之低 而且他们还要考试 第一轮要考15题 譬如说你最喜欢谁 或是怎样 你这些规矩 你到底熟不熟 你还要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真的是 这些观众 也是炒红了这个气氛 炒红了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也是 另类的一个爆红的奇观 好不过让大家觉得还是有点感慨的 就是你看到这些台湾的唱将 就他们站在的这个舞台 原来是中国大乱变的软 他们中国大乱变的舞台 所以就像刚刚盛梅 我们不是有提到吗 很可惜 不是在台湾 其实连台湾的制作人 然后詹仁雄都很感慨 台湾竟然这样漠视台湾的软实力 就是当然特别准备了一下詹仁雄的照片 你看我们这位帅哥詹仁雄 我小小讲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要讲詹仁雄来谈这个我是歌手 是因为他本身做了星光大道这个 台湾的第一个选秀的节目 早期像我猜 这样比较经典的这个综艺节目是他做的 那最近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提到了几个点 我觉得可以提供各位观众朋友参考 我是歌手 我想大家外行人就看热闹嘛 但是内行人真的要看不到 看不到 他惊讶于我是歌手 是因为过去这些选秀的节目 大陆会很多的节目会流于一种煽情 所以当然哭眼泪是必备的 但他在我是歌手当中 他除了看到这些观众 不论真或假是比较煽情的一部分之外 他发现他们改变了 而且他们是对一个潜谍文化的提升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能各位观众朋友是认为 什么叫潜谍型的文化 综艺节目这种歌唱比赛 我们认为他是潜谍型的 他就是娱乐大众的 可是他可以做到潜谍文化的精致度 已经无人能比了 那这个部分就是 真人雄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 各位我们常常会去比大陆的节目 是认为说我们跟他的差距只在钱 但是从我是歌手已经不是钱的差距 他们可以去砸这些钱 找蔡依林找周杰伦 张慧妹王力宏OK啊 他广告的市场 他经济产值本来就大于台湾 但他不是找这些人 他找的是一些沉积很久的台湾 在台湾没有发片 没有舞台的歌手 你们就要紧张啦 这些人在台湾是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里是草那边是饱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情况 我觉得战神雄提出了一些警醒 那我再小小讲一下 最近我们有台不是有一个节目 小燕姐节目嘛 开始冠名了对不对 各位林志炫 杨宗伟的头上 永远有一个立白喜衣粉 有没有 我们麦大哥说到大陆他一定得买的 这个广告已经置入行销啊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学 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之下 他已经台湾根本没有播我是歌手 你必须从网路看 你现在都对置入行销 那个广告你都有印象了 是不是 就像我们过去对某某牌的凉茶 凉茶 是不是 他现在都打败王老吉 是 所以他创造的周边的产值 也是很多制作人真的心津津啊 我们真的要开始从头 好好的检讨一下了 好 就像刚刚盛梅所讲的 我们看到创造出这样惊人效益的歌手 是谁呢 并不是目前大家所认为的 真的非常年轻 或者是真的当红的那些偶像歌手 而是呢 在台湾其实已经是有沉寂了好一阵子的 他是怎么样让这些老市场 创造出新的奇迹 是 他其实最快的方式 其实就是向国外去买一些know how 其实他为什么愿意去砸大钱 去向国外买know how 其实这个跟中国本身的市场有关 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数字啊 只要乘上13亿啊 其实他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对 所以如果你能创造出一个非常热卖吸金的商品 它背后所衍生出来的商机就可以非常的大 那你要能创造出一个吸金的商品 它必须得建立在有品质的一个节目的基础上 那有品质有分为两部分 一个你要砸下重金去营造出所谓的高规格的硬体设备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更细节一些软体的节目的设计的流程 那中国大陆的制作单位为了要加快他们 进化他们做节目的品质 所以他们纷纷就开始这几年开始直接跟欧洲跟美国 直接买一些海外的版权 那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去做节目的 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好声音 他们里面有一个梗 就是那个旋转椅挑学员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直接从原汁原味 从荷兰这边引进来的 像还有一些他们在节目中 如何去强化参赛者他在奋斗故事那种叙述力 那种把节目放慢 营造出那种让观众 能让参赛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那种 那种节目做节目的流程 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在花钱 跟国外买版权的时候所学到的know how 我们过去才能讲大陆制作节目的水准 其实跟台湾原本差了30年 但是这几年中国大陆纷纷的 像我们有统计 至少有超过6个节目 花了超过1亿元的台币 去跟国外买版权的时候 两岸之间的做节目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大了 反而是台湾现在已经是处于 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了 不过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荷兰嘛 其实邁大哥 荷兰他们好像就有一些公司 他是专门在卖他的创意 对 现在其实因为电视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很高度文明进化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每个节目都要用原创来思考 这是打一个问号了 因为已经有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想整个节目的架构 但是整个节目移植到像我是歌手 你一直到中国大陆 他的歌手跟歌曲是中国人的 是华人的 所以你买的架构是韩国的节目架构 但是你并不是唱韩国歌 不是韩国歌星 你内容物自己去填充 对 所以你自己要去用你自己的人文精神来填这个节目 所以这个节目成功也不是完全 因为你买了这个节目你就会成功 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出色的歌手 你没有好听的歌曲 你印象打动不了观众的心 所以这个思考模式就要改变说 承袭去买别人东西 都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举一个电影的例子 李安导演奥斯卡每一次得奖的少年派 段贝山都是改编自原著小说 都不是他自己原创出来的故事 但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电影 我们台湾电影到现在为止 这几年还不改 就是还不从文学小说 从这些地方出发 还在自己自己创 可是自己创出来的东西 只有小情小爱的爱情故事 但他只会创这个东西 他也不愿意去从原著小说改 这里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构思到说 其实电视节目 并不是要你自己去思考 如果你台湾没有好的节目 你也不用在那边 绞尽脑子去想 我要说什么节目 你是可以去买别人节目 当然因为这些节目都很贵 我们台湾也买不起 因为我们台湾新的制作品买不起 但是我们看最近 T台的这个女人我最大 她已经被新加坡一个节目 新加坡一个频道买去了 其实你只要有好的节目 不管你是大规模或小成本的 你的利益够好 某一个国家认为 你的节目值得我学习 值得我移植 他就会跟你买版权 所以我们从TVB的女人我最大 就可以有个启发 即使我这样的一个节目 也就是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就是一个所谓的去美容的节目 一样有受到新加坡 这个国家的青睐 就被买去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 向别人去选购节目 这不是说不能为的 而是你可以不要买到 这么大的这个节目 但你要知道 一旦你买回来之后 你重新的思考 跟你重新赋予的人文精神 这才最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去买这个框架回来 自己去填充 你自己有精神文化在内的 这些填充物 如果我们讲到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的话 当然就会提到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在去年 创造出18个收视冠军的节目 那么今年现在才到4月为止 他已经有20个收视冠军了 怎么办到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我们看到中国到了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在今天晚上总决赛 当然他创造出来的效益 商机非常的惊人 所以他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马上紧接着有8个节目 要来抢观众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无可取代的全球歌唱 真人秀之王 美国偶像 来到了中国 找来李文当评审 大陆东方卫视 打造中国梦之神 国南卫视接到 我是歌手的中国最强音 找来陈一迅 还有张子怡 罗大佑 另外还有快乐男生 这项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第二季也请来那音 外传还有王菲 导师阵容都是大牌 安徽卫视 我为歌狂 有柯一鸣当评审 外传还将邀里中胜 张惠妹同样也是重量级 但不止歌唱选秀 找来张博之 萨贝鸣当先锋 跟素人舞者搭档比赛 比跳舞的比跳舞 还有话题已经够多的跳水节目 新跳水立方和中国新跳跃 选秀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开 端出明星阵容抢收市 就是因为只要收市率高 连带冠名费用也跟着搞 我那么多口误 没有把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句话 错念成立白歌手 我是喜业 立白喜业 我是歌手 讲错NG制造效果 但是像这样冠名打广告 电视台就赚进将近三亿的广告费 现在传出第二季冠名广告 含价将近十亿 中国最强音更夸张 甚至喊到二十三亿 也难怪电视台各推选秀 强制接档 我是歌手 GVBS新闻陆挺高 莫翔珍 综合报道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我是歌手 就会想到湖南卫视 他真的是省级第一 而且各位对湖南卫视的印象 应该是从前几年的所谓的超女 我想想介绍一下湖南卫视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会觉得湖南卫视 那跟央视的差别 当然央视是一级电视台 它是属于省级电视台 但是它是省级电视台里面少数 它的覆盖率是全国性的 因为每一家电视台 它可能覆盖率只有南部或者是北部 可能某一个地区 对对对 它7.6亿 这还是2006年的数字 也就是说收视户达到7.6亿 现在已经不止了 因为我们讲了 已经十多亿的人口再看 那这一家电视台很特别是 因为我看到那个匪于今天穿黄色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 早期 因为它喊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除了央视的这些 比较就是谈话或新闻性节目之外 它比不上嘛 所以湖南卫视它就走一个 所谓的快乐中国的路线 也就是说它要做很多的是 娱乐性效果很强的这些节目 包括戏剧也好 综艺节目也好 所以它朝这个方向去做 所以它的炒作各方面 它绝对是一流的 它这个电视台有一个logo 是看起来像芒果 所以早期大陆观众朋友 都叫它芒果台 这在台湾听起来很像我们早期那种 你知道地下电视台 会被取替的那个 你是说像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吗 为什么呢 它是黄色的 我以为你是特别针对今天 我是跟我们的黄色 它是一个黄色的logo 但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圈 设计者是说 因为湖南是鱼米之香 它那个圆圈圈是一个米的样子 所以叫做鱼米之香的芒果台 但是你看从超女到现在 你看天天向上 这是萤幕左上角那个吗 圆圈的 有没有看到 它的意思是说 那个圆圈圈里面包裹住的那一圈 叫做米 米的样子 所以一路走来 刚刚其实麦大哥也提到了嘛 你看从超女那个事件 限于令 其实当时就是针对了湖南卫视 所以你有时候 你一个新闻操作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呢 也会让其他电视台受到很大的威胁 好 不过湖南卫视 我刚刚是没提到 它现在覆盖率越来越高了嘛 当然它的收视率也越来越好 它去年就有18个收视冠军 今年才到4月 它已经20个冠军了 对 从这个2013的春晚 一直到像快乐大本营 天天向上啊 百变大咖秀 我们来约会吧 那我是歌手 这一次一共有20个节目 目前都是收视率冠军 那当然除了它收这个节目品质好之外 它对粉丝非常好 他们在近期啊 为了这个我是歌手的这个节目 他们盖了一个粉丝大楼 在3月才刚刚落成 粉丝大楼啊 对 粉丝盖的 对 粉丝盖的喔 这个3月才落成 你看这个是个大楼 刚才有盛梅姐说的 这个所谓的湖南卫视的这个logo 对 粉丝楼这个东西 对 它们3月才完成 在湖南卫视的旁边 那分为室外休闲区 室内等候区 还有这个室内的消费区 你看这是他们这个 布景它非常的漂亮的感觉 对不对 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 你在等这个节目的时候 或是在那边等这个 等这个你的歌手 想的歌手的时候 都可以在那边等 而且你看在室内 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消费区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还有卡拉OK 譬如说你看完 好贴心喔 看完就我是歌手 说刚才林志炫唱那条歌 真好听 我好想来唱一下 自己也想来一段的时候 马上他在那边 就让你唱卡拉OK 所以你看粉丝都 他照顾粉丝到这种状况的地步 甚至你看这个logo 他们觉得这个logo 可能有点不好看 他们这次甚至还花重金说 要为这个粉丝楼的logo 重新设计 他侦求说全中国大陆 你有意愿的话 来投稿重新设计 这个粉丝楼的logo 所以不一定要用这个棒棒 对 所以你看他们不只是做电视用心 对待粉丝的态度 都是不一样的 好不过我们说到这个省级卫视 除了湖南卫视 大家也会想到江苏卫视 浙江卫视 其实也都有很好的节目 对 以前是央视一台独大 最大的一个国家电视台 现在没有想到百花齐放 百鸟真鸣了 尤其是所谓的东南沿海地区 从湖南卫视 江苏 浙江 还包括上海东方卫视 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那我说湖南 江苏 浙江 已经顶足三立 是为什么呢 这三家电台现在 蜘蛛必较 譬如你开一个节目 我就要开一个跟你相同打的节目 举例来讲好了 江苏卫视 他当时开了一个《非诚勿扰》 交友节目非常好看 湖南卫视马上开一个 我们约会吧 跟他一模一样的 这个浙江卫视的 去年《中国好声音》 湖南卫视今年马上我是歌手 然后马上明年中国最强音 湖南卫视要出来了 然后大家刚刚看的跳水节目 一个浙江 一个江苏 中国心跳药 心跳水立放 也就是说这几个台 就说变得紧追不放 你推一个节目 我一定要跟你对打 这种状况在我们看起来 在以前我们来讲说是一窝蜂 但是你如果从这个 大的这种所谓的影视工业强的国家 包括美国的电影跟电视 这种情形就是一种 所谓的良性竞争 你有 我也要有 你好看我比你更好看 受惠的是谁 受惠的是观众 因为在不断的刺激之下 观众看到绝对是最高标格的 像刚才我们看这个我是歌手 大家刚刚看那个片头 你也感觉像 怎么跟看电影一样 他们现在已经把这种 综艺节目叫做综艺大片 就是把它当作电影来做宣传了 行销了 就已经是综艺大片的规格 不只在做电视 我已经是电影规格了 电影规格了 综艺大片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浙江 江苏 还有湖南 东方 这几个台 现在当然还有更里面 你说什么像乃格 什么贵州 那些都还不是这么有名气的 它的收视率 它的整个的这种商机 还没有这么强的 但现在湖南 江苏 浙江 甚至东方 已经是非常的 我们来看到 从去年的《中国好声音》 至到今年的《我是歌手》 让大家再度见识到 中国大陆现在软实力的一个崛起 所以我们看到 既然他可以创造 这么大的一个商机的话 所以现在在台湾 很多的艺人也想要过去对岸发展 但是我们来看到 在台湾已经算是 祖师爷等级的 我们看到祖师爷等级的 这个主持人徐乃琳 没有想到他到对岸去 在最近我们也看到 他变成的是助理主持人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这在台湾已经是 祖师爷等级的主持人 徐乃琳 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贵州卫视 竟然被淋成了洛汤鸡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我们的这个贵州卫视朋友 大家好 我是徐乃琳 参加大陆电视台节目录影 台湾大哥级主持人 徐乃琳 竟然成了助理主持 以背负来讲 我要叫 欧帝下水 他会不下水吗 乃哥呢 论辈分来说 是 应该算个师叔组了 说自己的辈分 比来宾欧帝还要重 让欧帝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不过乃哥 接下来却在一分钟内 被惨遭倒水两次 还不是个关销 乃哥 乃哥 乃哥干嘛 干嘛 甚至还变成人肉愤怒鸟 被弹射入水 我不会做家务 更惨的是 毫不容易才爬上岸 一分半钟之内 又下水了 幸好不会 对不起小朋友 画面播出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被说乃哥到了大陆 变成了小咖 你现在会不会对乃哥挺内疚的 超级内疚 怎么办 对照以前在台湾主持节目 都是徐乃琳整别人 还因此得到诊人专家的封号 现在到大陆上节目 切备者徐乃琳私下表示完全不介意 因为主持费真的很吸引人 在大陆当助理主持 两季共二十六级 收入就高达千万 现在的台湾只剩两个节目的他 当然要飞到对岸去赚 最主要还是图个脸熟 趋能生的程度非常高的原因是 希望融入当地 也希望在当地 拥有比较好的人员 看来就算在台湾 已经有高居民度的大哥及艺人 到大陆发展 看在钱的份上 还需要能趋能生 TVBS新闻做不到 盛梅徐乃琳 到对岸变成的是助理主持人 真的是为了钱吗 可是斐鱼 我们刚刚一直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啊 而且贵州卫视 其实过去我们对贵州卫视 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是哪一家电视台 有没有代表座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代表座 对 那他的一集 斐鱼你刚刚写是 现在这个290万呢 其实是三集的钱 一集是将近台币90多万 我问各位 如果90多万 让你凌晨这样 你要不要 好像愤怒鸟 OK 而且贵州卫视 这个广告费花得太值得了 90万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节目了 叫贵州卫视的非常访谈 对 然后来宾是欧帝 而且你知道 下一次他们的来宾是谁吗 是华菲 就是我们那个奖心 对 那这个卫星电视的节目 你看一下子就一泡而红 就90万而已 花不划算 划算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可能会觉得 乃哥在那边当助理主持 又不是正式的主持人 对 因为他是四个助理主持之一 有没有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吗 然后感觉上还要备诊 而且比如 他只有这样子凌晨落湯机吗 不是嘛 有一个那个angry bear的那个画面 有没有 整个被残飞到后面 真是一报还一报啊 想当年15年前 他也都是这样子谈飞别人 在台湾的时候百战百胜 记得吗 他在台湾不可能有这种 是 但是真的是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现在很多的光芒 现在很多的娱乐市场的动向 你都必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 做一个发展 跟重新一个出发 所以我觉得乃哥其实他的心态很好 我就是小弟 怎么样 小弟这样子三级290万 OK的 好 当然除了这个许乃玲 乃哥这样一个例子之外 我们看到在最近其实中国大陆非常火红 就是一个跳水节目 它创造什么样的一个惊人伤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 我们先回来 好不我们说到最近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非常火红的节目 我们看到大陆节目真的是下猛药 包括张博之号 少文 包小波通通通跑去对岸呢 跳水 当然除了为了钱之外 其实他们也是在博一个舞台 是 其实而且加上在跳水这个运动 其实在中国 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在中国受欢迎 其实基本上跳水的这个运动 在中国已经升了所谓的那种国家之光的运动 像中国的跳水队从1984年以来 已经在奥运会拿下27面金牌 14面银牌 8面铜牌 一共49面的奥运的奖牌 所以这个运动是一个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是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代表国家性的运动 那除了这个运动 柱有专业性之外 它还是一个克服人性的运动 因为你要想 你站在10公尺的高台上 你深呼吸后 双手举起来之后 一躍而下的 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所以他们在这个节目的广告 他们的广告的诉求就是说 跳水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征服他或者是被他征服 所以像包小波 耳朵受伤了还是要去跳 所以大家观众喜爱看的 就是这些大明星 或者这些明星艺人 在参与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而且最有危险性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再跟自己的人性挣扎 怎么为了这个节目的效果去做准备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重点 不过中国大陆他们有水利方嘛 他们真的很喜欢跳水 我想要田亮啊 郭晶晶啊 是是 当然其实这两台江苏跟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的中国新跳跃 就是跟荷兰的这个 Celebrity Splash 这个名人四届买的这个版权 那然后另外一个是江苏卫视 我刚刚讲了嘛 浙江卫视有 我江苏一定要跟你对打 新跳水利方 直接搬到水利方 因为其实坦白讲跳水节目 如果你这个国家没有这个跳水 世界级的奥运级的跳水设施 这样场地你也做不出来 包括中国有很多的跳水的选手 田亮郭晶晶大家都知道的福明翔 但田亮直接注入到这个节目里面 帮中国新跳跃去做跳水的教练 当然这个东西这个节目观众要看的 并不是他们节目制作的方针 也不是让观众看这个吴建豪 或者是这个张博之跳下去 那个水花会多漂亮 十分九分不是 也不是看他们出球 对他们是要看当郝少文 你站在跳水板上的时候 你往下看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这个明星来讲 他都不是职业跳水专家 但是当他要克服他 不管是居高也好 不会跳水也好 要训练也好 当他站上那个板子往下看的时候 那一刻已经激励到人心了 已经让很多观众觉得 我可以去触及到我不可能的梦想 我可以挑战到我不可能的极限 那是一个励志 那是一个 那是刚刚讲的节目的人文精神 而且游宏明的四十几岁 还是要去跳 对 这是节目的一个精神所在 一个励志的精神所在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